有趣的人生是可以和有意思的朋友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 我请来朋友讲讲他们有意思的故事 如果有利分享更加有意义 因为全因有利 今天的全因有利请来一位很特别的全友 他是一位香港人士 身上有很多标签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他是香港的区议员 香港客属总会的常务副主席 亦是何元社团总会的主席 跟我一样也是广东省政协委员 就是王敬先生 我们专称的敬哥 敬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们节目是第一次请来一位 来自香港的工程业界的嘉宾 非常荣幸 跟大家分享一下入行的经历 简单介绍 二十多年 其实我今年是刚刚三十年 94年毕业 所以刚刚三十年 我本身在香港做的东西 通常我都跟人说 我专做不见得光的东西 是这样的吗 什么叫不见得光呢 其实就是地下设施 水电煤渠电话 因为经常在地下看不到光 而且也有一些厌户性 尤其是排水 比较骚 所以也不是很多人入行 我就不打不撞 入了行 入行之后 发觉有很多问题 譬如没有标准 没有认售 还有就是找不到钱 所以我们就在这几个方面去想 所以我们就慢慢自己出标准 我们推行一个叫三化 三化是什么呢 首先是标准化 第二就是系统化 最后就是专业化 将我们形成一个系统 与此同时也有些人说 你这个行业都没有学位 我们又搞中学文憑 大学学位 接着我也有学生读碩士 博士 如此类推 令到整个行业有一个周转 而最初这个行业 在国内也不是很流行 因为我入行的时候 94年比较早 直到大概是2000年后 国内就很流行很多东西 其实现在国内这个行业的发展 可以说是世界上领先 包括跟香港也有得比 我很聆听这个分享 所以发现人如其名 开始对你很景仰 因为你是凭自己的经历 令到你本身的这个事业也好 甚至令整个行业 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是其中一个在体 首先要感谢我自己毕业的学校 我在香港大学工程毕业 之后我也在理工大学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老师给了我很多东西 然后可以令我们继续去做 没有我们想做的东西 所以刚才敬哥说 我是做一些不见光的事 因为在地下 所以我们理解是做一些 很接地气的事情 因为跟民生大事是息息相关 所谓民生无小事 你讲的事情都是关于大家 正常生活 然后可以安居乐业 才可以为自己人生 或者社会做出奋斗 所以你值得做一些很好的事 为大家补价护航 不过问题是 你做的事情 就是对我来说 有点陌生 很专业 其实广州市民 包括你已经听过的 拉链路 我的工作就是避免拉链路 拆又拉又拆 我的工作就是避免这件事 以前最主要是讯息不够准确 所以我有自己的地图 当然我这个地图只是香港 我让香港尽量小挖 其他地方都可以参考 有时真的很厌惡和很不解 一条路好地地的 这个部门整完之后 整完他的东西 没错你应该整你的东西 但是下一个部门又整他的东西 大家都没错 但整件事是很错的事 明白的 所以刚才你说的 所以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 还有刚才你说的 三化 标准化 系统化 专业化 就是为这个行业定下一个标准 令大家有章可尋 并且为这个行业的发展 去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非常好 其实你说的标准 我今天本来带来的纪念品 就是标准一个 是吗 这个是我2005年出的第一版 现在这个已经去到第五版 2022年 我们行业其中一个 我们叫做 嵌拆的标准 真的可以很好学习 虽然隔行如隔山 刚才我 敬哥说的是点头 其实也是扮点头 有点不透明 但是